各位好我是蔡少 今天来跟你们介绍的是这一套 叫做剪映的专业版影片剪辑软体 那为什么要跟你们介绍这一套呢 是因为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而且重点是它是免费的哦 好听到免费这几个字 我们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帮我们省掉很多金钱了 那如果它的功能又强大 那可以让我们省下更多的时间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使用这一套软体呢 首先你先在你的Google上面打上剪映官网 官方也可以 然后到这个网站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首页 首页分你会发现这边有两个区块 然后一个是立即下载 一个是AppMac的AppStory 这边可以下载 但是我要跟你们讲的是 你必须从左边这个地方才能够下载使用 主要是因为剪映的专业版 它来自于中国大陆这边 那在我们台湾的AppStory 里面是无法找到这一套软体的 我们只能到他们官网直接去下载 那在这边下载完之后就把安装完 就可以开始使用 那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套软体 还有哪些功能它值得推荐 好我们去打开这一套软体 剪映专业版 它长得像这个样子 打开剪映之后 我们首先第一个动作 叫做开始制作点进去 然后接下来我来给你们 简单介绍一下这一套软体 它到底有哪些东西可以让你使用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左手边这边 有个叫媒体的 媒体的部分就是让你可以 将你的素材导入进来 你所剪辑的一些影片的资讯的话 你可以放在这边然后再推到这边 来做剪辑 导入素材 那你下载之后就把它移来这边 这样就可以开始用了 大家好我是蔡少 我是鲁咪 大概就是像这个样子 你把它拉来这边的话 就可以开始使用 那在它媒体 媒体这个区块下面呢 它这边还有一些素材 酷 因为我们常常在做开头的时候 会用到一些画面 片头片围 然后有时间 还有一些转场 我们常常看到的 我相信这个素材大家应该很常在网络上看到 那甚至当然也有其他很多搞笑的啊 比如说像动物这一些 那像这么多的素材里面 它都是可以免费的使用 你只要选择你要的地方 然后在它的这个箭头点下去 就可以下载使用了 那它都会把它download到你的电脑里面去 这个素材应该大家很常看到吧 这些都是免费使用 所以我觉得这套剪映软体 它一个很大的地方 就是它帮你准备了很多 可以让你直接提供让你下载使用 就不用再上去自己去找很方便 第二区块我们来看到的就是音频 音频它这边它可以收入了非常多的音乐素材 也收入了很多音效素材 甚至呢它还可以帮你提取 自己放进去的音乐 然后呢甚至你的 如果你是在抖音看到你喜欢的歌的话 可以把它这边点下来也可以 那甚至你可以找到你在一些连结 是你觉得有些不错的音乐 或者是可以把它的网址 然后剪下来然后贴在这里 但是会有个问题 基本上它这个部分 它大部分都只针对中国大陆的网站的连结 才有可能让你正常的使用 那再回到音乐素材这边 音乐素材这边它虽然提供真的非常非常多的歌 但是但是有个地方还是要跟你们先讲一下 当你使用这一些音乐的话 然后你使用的平台是在台湾的YouTube频道 你很有可能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你使用这个音乐之后整个影片的版权 最后可能它的盈利可能会被变成是 就会归类为对方所有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样子 主要是因为剪映上面的音乐软体 它的授权目前只有针对中国大陆的部分 它并没有针对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 所以你在其他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使用这些音乐素材的话 你很有可能一个机会版权被侦测到之后 你的影片的盈利就会归类为对方所有 那严重一点的话 对方可能会要求你下架的你的影片 不然你就是必须按照YouTube频道 他们的一个方式 把你的全部里面的有音乐的部分全部消除掉 那通常因为我们通常音乐会配的人声在一起 也就是你消除的时候 你会连同你的人声一起消除了 变成你的影片就有点变成像是墨具一样 大家只能看着你的移动的姿势 或者是你的口语在动 但是听不到你任何声音 所以个人并不是非常的推荐你使用这边的音乐 当然如果你今天是做开心的 你也没有想要盈利 那这边的音乐就可以尽情快乐的使用 那我们再看到下一个地方叫做文本 文本的他这个区块呢也还蛮棒的就是 他的旁边也一样他收藏了很非常多的素材 可以供我们使用 那像你看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常看到一些影片制作者 我们称作综艺字体或者是广告字体 那这些当然你只要选择你喜欢的旁边一样点下去按下来 就可以使用了 有没有就会像放在这边一样在这里 那你就可以把它拖一下来 然后这边来 然后他看你打算改什么字都可以 好不好 有没有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边的素材字体我也觉得他蛮多种的 所以还蛮方便了 那这一套软体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叫做辨识字幕 辨识字幕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他可以直接帮我们把我们影片中所讲过的话 直接把它变成是字体截取出来 甚至还可以帮你上字幕 而且他的准确度呢 我觉得个人有高达到85%以上 大概85到95区间都还蛮准的 除非你的讲话的逻辑就是不是很稳 或者是不是很咬字不是很正确 他才有可能会有一点出错 但是出错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在这边的上面可以直接做更改就可以了 那他甚至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识别歌词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所喜欢的MV把它放上来之后 他会帮你也是自动帮你辨识他的字幕的歌曲 然后就变成像有KTV一样的感觉自己就跑出来 那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棒 那如何辨识字幕这个区块 我会在下几个章节会在影片里面呢 会再教你们去怎么去使用 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贴纸 在贴纸这个区块 你也可以看到他也提供非常非常多的一些logo 比如说我向载这个好了 把它贴到这里来 好你就会看到有没有这里 这些动态的一些贴图啊 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的棒 他就是在我们制作影片的时候 帮我们增加一些特效画面 让我们的整个画面不会那么干 而且他这些内容啊 这些素材是不断在增加哦 就是每隔一阵子 更新一个版本就会增加一些新的素材跑进来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一简易的专业版 真的是一个非常佛心的影片剪辑软体 那再来我们看看特效 特效的区块就会像在这里一样 我再抓一个素材来好了 比较简单的一个素材画面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素材嘛 我现在素材放在这边哦 那我们现在要用特效这个区块 去帮他做一个变化 那我想想看我们先用一个 这个好了 有没有 就是当你选择这个特效的时候啊 他会 像这样状况 就是他这个东西 其实他就是有点像在转场的时候 一个画面 那有一种特效 那当然也是你平常在带动影片中 也可以做这个特效画面 就是增加你一些影片的丰富度 那他当然提供的也是非常多的一些素材 供你去下载使用 那我们在影片过程当中 有一个就是有需要的转场 当然我们刚刚像前面的特效也可以当做转场使用 那一般的我们转场也可以用 它的一些比较有系统性的 好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上面这边 转场这边呢 那他也有很多的素材可以供你选择跟使用 那你可以看到这些 都是不需要 另外让你花钱 像这个啊如果之前有买过一套 Movavi 是叫Movavi吗 Movavi这套软体的话呢 像我之前用这套Movavi 它的素材就需要另外再花费去买 它才可以使用 像我现在使用的这个 剪印呢就都不用钱 是不是很省 我记得前我之前买的那些素材也还不便宜 虽然可以永久使用 可是真的也不便宜 那在滤镜的方面 就可以告诉你说就是属于调色的区块 像你看你想要调成什么样一个风格都可以 比如说像我现在选择这个清透 我就把它加进来 放进来之后你就发现 就不一样了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它的颜色色就变了 这是套了滤镜之后的颜色 这个是没有套之前的颜色 两个颜色完全不同 那当然你可以选择 你自己喜欢的滤镜 然后去套用下来 这里提供的滤镜目前看起来也将近 应该有30多个公里使用 我觉得是非常的棒 然后最后它这边呢 叫做还有一个叫做调节 所以调节层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你的影片的旁边 这个区块都可以去做调整 但是有时候我们 当我们设计好一整段的影片之后 如果你要一个一个去做调整 其实是非常的麻烦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在上面 从这个调节层里面 抓一个下来 然后放在上面 然后把它拉到平整这样 然后就直接去对这个调节层 去做调色就可以了 你看 当它这样调色之后 它就会全部的颜色亮度 就可以一起亮起来 那如果拉成我的饱和度呢 就会全部一起拉成饱和度 因为有这个调节层 所以你在你最后做调色的时候 就会显得非常的便利 那这是第一集 就是针对介绍剪映专业版 给你们知道 那这套软体真的非常的棒 非常欢迎推荐你们去下载使用 当然如果你很care 这套软体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话 当然你就不要用了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是中国大陆 就可能会有一些个资啊 什么资料回传啊 我觉得不管会不会 重点是这一套软体 它可以让你省下了很多的成本 然后包含帮助一些刚接触影片剪辑的人 可以很多的忙 不仅帮你省下的钱 也帮你省下的时间 因为它帮你把大量的素材找好给你 让你可以更简单更轻便的去完成你的作品 我觉得光这一点的话 它的就非常具有很大的价值 好不然像我以前还必须买 我使用威力导演的时候 那甚至我使用刚刚那套Movavi的时候 我的素材都还不需要另外再花费 或者是另外得花时间去找 甚至是得自己去制作 才有可能可以使用到那些素材 但是在剪映专业版这边 它完整的提供给你了 让你不用再花更多的时间 你可以更轻松的完成你的影片剪辑 第一集都介绍到这边 如果你们有任何的疑问的话 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接下来我还是会陆陆续续的 将剪映的专业版 它各项的一些特殊的地方 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教你们 如果你们有喜欢的欢迎订阅 然后我的频道 未来我会把这套的相关性的一些软体 都就是它的功能介绍给你们知道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